杭州亚运会将于9月23号至10月8号举行 昨晚开幕式第一次正式彩排顺利完成 总台记者获准独家进入彩排现场进行了拍摄探访 这里是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9月23号亚运会开幕式就将在这里举行 整场开幕式以朝起亚西亚为主题 按照目前的排演方案将分为三大篇章 在115分钟左右的时场里 完成仪式和文艺表演环节 在今晚的第一次正式彩排结束后 主创团队将利用接下来的20多天时间 进行再次的调整和打磨 力求完美呈现 晚上8点 开幕式彩排正式开始 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排演宗旨 参演演员仅约2500人 以水作为贯穿全场的核心元素 展现中国与亚洲 中国与世界的和谐交融 充分运用演绎高科技手段 力求将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融入整场开幕式 为观众打造一场艺术盛宴 开幕式总导演 总制作人沙晓兰介绍 作为开幕式的核心创意 主创团队此次将以树石融合的形式 完成主火炬点燃 打造亚运史上首个数字点火仪式 向全球观众发出共助未来 点燃希望之火的邀请 营造世界共此时的和美画卷 改变了原来单个火炬 就是点燃这个火 那么我们想是一个万种参与 数十互年的这么一个点火方式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试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